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将狗开发进阶课程的第九次课 自定义field 然后首先我们来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这节课有主要有几个点 就是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自定义这个field 然后其实就是说我们定义这个field的一个场景 第二就是如何来自定义field 第三就是我们来举例说明 我们来提到这个自定义field的时候 其实就是指这个model的field 然后将狗的官方的model里面提供了很多的field 比如说int,double,还有这些imagefield 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类型 但是有时候呢 比如我们需要一个python内置的相对复杂的地下 比如说一个list或者是一个dictionary 直接进行存取的时候 我们就像操作这个model的field 就像操作这个python的这个,就像操作这个model内置的field 一样方便的话,比如说我们给他一个list就可以直接去save 或者直接从数据库里读出来的话 我取出来,取出来那个字段 它就是相当于这个python内置的这个list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这个时候呢 然后将狗自带的这个field就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定制它 接着呢 我们来看如何来自定义这个field 首先呢 我们要分析我们的需求 就是说不是任何时候我们想起一个就是字段 我们就需要自定义它 然后我们首先就是看分析现有的这些field 有没有满足我们需求的 如果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当然我们就不需要子类化 不需要自定义了 这么麻烦 然后如果现有的这个field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子类化field或者是field子类 比如说这个intfield啊 这些实现主要就是实现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序列化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从一个这个list 比如说我们是转化这个python的这个list 我从一个list去怎么去往数据库里边进行存取 去存储 然后我从数据库里边又如何把这个这个数据 然后反序列化为这个python的list这样一个对象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序列化与反序列化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步骤 接着呢 我们就举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子类化field 另外一个就是子类化这个filefield 就是这个文件的这个类型的一个字段 我们首先来打开pycham打开这个工程 是个非常简单的工程 customfield 然后一个app 就是field的app 然后呢 一个主页 主页里边什么都没干 我们这里边就开始 然后新建一个field 这个python文件 然后呢 里边就来子类化了 formal Jungle db import 把models给导入进来 然后呢 我们需要这个asd 这个解决 然后定一个类 比如说就叫listfield 我们已经知道它要实现了这个主要功能了 它继承于这个textfield 然后呢 我们给它一个描述 description 什么描述呢 描述呢 就是just list field 这个你可以写 然后方便我们去读代码的人去知道 这个是干嘛的 然后定义它的这个 触率化的这个函数 里边有两个参数 什么呢 这个a 然后这个kw 这个比较简单 直接调它的super 然后呢 把自身给传进去 一个self 然后呢 调它的init的方法 这里边呢 把这些外部的参数给传进去 外部的参数可以是这个呃 就是这个jungle的这个呃 这个textfield和field子类的一些一些关键的一些设置 可以是这些 当然我们这个时候 然后我们不需要这些设置 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序列化与反序列化 然后从数据库加载的时候如何反序列化吗 我们就是要实现这个form 这个db value 就是从db拿到值的时候 我如何去转化呢 然后value formdbvalue 然后exo pies ssion 这有几个参数 好connection 后又contest 上下文 后呢 我们打印一下它在什么时候 看它什么时候调用 form 我们打印一下 formdbvalue 把函数名给打出来吧 我们就看它在什么时候会调用它 如果这个value是 空的话 然后我们给value复个初值 如果它是一个 这个 lease的时候 当然主要是针对我们复初值的时候 返回一个 这个 把value给返回 for 我们这个地方呢 还可以看一下它的类型 value 我们可以看一下value type 这个方便我们这个学习 value 我们看value它到底是什么类型 然后return呢 我们从这个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字幕串给给转化成这个Python内置的这个list 为什么我们能这么写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个序列化的时候 序列化是要这么做 是getprevalued 然后呢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这个时候 我们也打印这个函数名 我们看 就是说 主要是我们从这个Python的这个list怎么去去save的时候 就保存数据库的时候要掉这个函数 就是说如果它空的话 id not 判空 如果空的话 就直接去去返回 返回一个空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同样打印出来value type 我们看一下它是什么类型 当然它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list的类型 然后呢 我们直接把它这个list转化成字幕串 转化成字幕串的时候 这个地方 asg 然后其实直接可以把这个字幕串 转化成这个Python内置对象 然后呢 我们在model里边就可以使用它 from field import 这个list field 我们新建一个什么model呢 class list 我们叫list test 叫model model 然后实现它 然后比如说里边有个label 然后它是list field 然后定义一个显示 str 一趟 把它给显示出来 self 的labels 然后这样呢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怎么去使用它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去使用它 随便写个函数 比如说test list request 我们这里边的话使用它 然后把它引入进来 from models import list test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新建一个 然后呢去设置它testlabels 就是 比如说我这个去open的 这个地方直接去复制吧 也把一个list 复给它 比如说 python 比如说 江狗 我们看一下这个 然后去保存它 保存它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时候就去打印去返回 返回 比如说我重定向到这个 主页 ctp 这个地方呢 我重定向一下 只是为了我们测试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URL里边去添加一下 这个地方只是为了我们测试 然后去同步这个field ok 添加了 门 打开 ok 我们看一下打印 我看一下打印这个地方 它在save的时候 它就调用了这个函数 看它就调用了这个getprevalue 然后从数据库里边把这些取出来 怎么取出来呢 objects 很简单 跟我们之前用的法是一样的 把所有的东西取出来 for object in objects print object.labels 我们看一下从数据库取出来的时候 会不会打印这个函数呢 好 我们看一下 就调用了这个fromdbvalue 然后呢 这个类型是一个这个str 然后呢 它这个就把它转化出来了 然后我们打印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list了 我们这个地方甚至 甚至还可以带啊 test label 当然我们就可以使用pand 然后比如说 比如说 操作它的这个labels 就像操作一个list的一样 然后保存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去保存 然后的话 这个自定义的field 就会自动帮我们保存到数据库 这样是不是很非常的方便呢 当然 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去 呃 子类化其他的 比如说 呃我想存取一个这个文件类型的 文件类型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inmeti field 但是我想存pdf 呃 而且这个 呃 我想这个 嗯 这个什么呢 我想 呃 限制它的大小 而且限制它的类型 你只能给我传pdf 否则的话 我就跟你报错 呃 这个怎么做呢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来举例说明一下 这个子类 然后呢 它就继承于这个file field 我们这个地方 初始化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类型传进来 嗯 然后初始化函数 我们写好了 这个时候 我们主要 其实就是一个验证 在这里面起 就验证它的类型和这个呃 大小 然后我们data呢 呃 这个 把data给取出来 从这个负类 把data取出来 fill self 然后点clean 先调用这个 先调用这个负类的clean 把数据取回来 ok 然后呢 fill 等于data 叫fill 把这个文件给取出来 然后呢 try 把这个类型 把fill的类型取出来 fill 这个 呀 content type 判断一下 如果 如果它 不等于这个类型 然后呢 就返回一个 异常 嗯 如果类型是一样的话 我们就判断这个大小了 然后fill size 如果file size的话 大于我们的这个 保存的设置的这个max upload size的话 然后呢 我们同样 抛出一个异常 然后呢 最终把有效的数据给返回 怎么使用它呢 在model里面去使用它 这个地方嘛 就是一个 这个content text field 定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class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pdf的 比如说它的名字 name model star ch fill max 比如说100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来一个fill fill个字段 它是一个content 这个类型的 我们传一下它的content type 什么类型呢 是个 只是一种类型 也可以修改为支持多种类型 比如说 upload size 比如说我们写大点 在一个额外的这个fill field的一个 才是upload tool 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位置 它的表示str str return self.name 然后呢 我们可以添加定义者 这个from 之前我们学过的 然后这里边再运用一下 当然我们要添加嘛 然后 这个from from model import 这个 这个model呢 from jungle import forms 跟一个类 add pdf form 当然它就继承于这个forms 叫model form 我们写实现很简单 mentor 按大写 注意不要写错 然后它的model呢 等于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model 就是 这个model 然后field呢 然后我们写类型 就是字段 name 当然有这个 还有一个什么file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新添加一个这个HMI文件 这个模板文件 这边去写什么呢 然后比如说 addfile 这里边去怎么显示呢 我们就有一个form 这个form 它的这个action CTIO action 是什么呢 这个 然后方法当然是post 还有这个estype 注意我们要传这个 这个数据 所以说这个必不可少 然后呢 这个 验证 cs ok 这里边呢 我们有一个 自己写一个label吧 然后add 提出我们 fill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传入一个form input 当然这个还是要我们自己写 input 然后type submit value ok 当然我们要再处理函数 要添加东西了 添加什么呢 添加这个addfile request if request messor 是这个post的话 当然如果是post 当然我们就开始handle 就是说 savefile 这里边就保存 否则 else else 我们将这个 模板文件返回回去 返回addfilehtml 然后呢 传入 传入什么呢 当然是一个form了 我们里边要显示嘛 然后这边我们把它给firm 导入进来 这个firm support 这个看一下 add pdf 好 给它 把这个给它ok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处理来处理了 然后如果是post的时候 我们首先把这个f 给拿到 然后request post 好的 如果无效的话 我们做验证 yes 如果是无效的 当然我们就返回 你错误的vendor request 这个地方我们简单的话 可以直接重定下 我们稍微代码 到主页什么都不显示 否则的话 我们把这个东西都取出来 数据都取出来 clean data 名字 然后呢 真正的文件 然后呢 这个我们要保存这个文件 叫什么呢 叫这个model也得引入进来 然后这个看一下 add pdf model 然后呢 这个地方要把它保存下来 add pdf model name file呢 等于这个file ok 我们去save它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同样去 同样这个时候呢 我们为了这个区别 然后我们再次显示 就表明这个成功了 添加这个路由 这个地方添加一个 add file 看这个处理函数 这是addfile 然后我们就打开这个对应的这个 addfile ok 然后比如说呢 我们这个名字叫pdf 然后选择一个pdf文件 好 把个人的信用报告给传上去 ok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没有保存 没有保存成功 没有保存成功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进来这里了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一下print from error 或者如果这个地方保存成功的话 我们打印吧 succes ok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addfile 随便 ok 看一下什么问题 errorList errorList theFileFileFile it required 这个地方 应该是这样 quest file 这个地方应该把File传进来 OK add fill OK fill app not such table 我们看一下报错了 OK知道什么原因了 没有同步 missing to require the option couldn't restruct 看这个地方又报错 看这个field 这个地方需要默认的参数 num 这个地方是num OK 继续 OK 签加成功了 然后轻易交一T OK 然后我们继续打开 add fill 继续 然后随便写 继续 进行 OK 看到这个地方 报什么错 OK success 我看这里边就 你看就把这些其实都添加进来了 呃 然后呢 我们这个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还可以去尝试怎么样呢 去尝试添加不同的这个文件 文件类型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OK 都看到 呃 他打印了一个错误 呃 please upload write fail 这个fail type 然后就是说明类型不同 我们就不能上传 另外一个这个 如果我们这个上传的大小超过这个 我们设置的最大大小的时候也会拒绝的 然后这个就是 我们自定义这个 呃 fail field 我们就今天呢 其实主要就学习了这 呃 两种自定义的这个方法 一个是 自定义这个普通的 像text field 呃 ch field 啊 这些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fail field 在我们实际的项目中也是应用比较广泛的 因为 管理这个 文件类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 这节课呢 我们就主要学习了 这个为什么要自定义这个 这个model field 然后如何来 呃 自定义这个model field 最后我们就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 呃 是在实际中是如何来 这个子类化这个model field 这一课我们就上了这里 就是一个区域的 远了就是个人的 我们在实际中是一样的